你好 基本上呢 沒有關係 那我們還是可以講課 對不對 那有沒有突然覺得 就是VIP的Feel VIP的Feel 那 既然這樣的話 我講課都喜歡互動式 那我們兩個就互動一下 好不好 您應該不是被逼迫來的 不是 是原來的 看報章雜誌嗎 還是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 那你不錯啊 基本上 我啦 我當初 能夠來到台灣政府上課 算是被逼的 一開始 就是我們家隔壁的阿姨 他就去跟我媽媽說 他就跟我媽媽說 欸 你怎麼知道台灣要變天啊 要換政府啊 我媽媽聽到之後 他就很自分耶 他就回來處理 跟我講 欸妹 你怎麼知道啊 台灣要換政府啊 你看我的年紀 你看我的年紀 我是政治能感 你知道什麼叫政治能感 就是不關心國家大事啊 不關心這個社會怎麼變啊 政治能感 所以當我媽這樣問我的時候 一般人的反應是什麼 你絕對沒有人騙啊 是不是 晉雄嘛 我就跟我媽媽說 對啊 你一定被騙了嘛 哪有可能換政府 政治是很黑暗的 是不是 我就這樣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一開始 也還不適合了解台灣的政府 所以我自己吐吐了 他就沒話說了 沒話說了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過了一陣子 隔壁的阿姨又來 他又跟我媽媽講 不然這樣好了 這個附近喔 有那個周辦公室 啊不然你們去周辦公室了解一下 那他那裡會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 童心喔 來跟你介紹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 為什麼是現在 這樣子日暑美戰 他就說 這樣喔 你可以聽看看 我媽媽喔 又很興奮 她又早上來跟我講 她說 欸妹 這個附近有那個周辦公室 不然我們去了解一下 我就跟我媽講 我就跟妳講政治很黑暗 我沒有興趣喔 我也沒有興趣當官嘛 我說我不想去啦 我媽就說 妳沒辦法啦 我說我沒辦法 我就跟妳說我沒騙子 啊我媽就說 妳真的不陪我去嗎 我說我不要陪妳去 我媽就說 好 這樣我要自己去 我說好 這樣我幫妳去 因為為什麼 我怕木馬給人騙你知道嗎 我想說 什麼台灣名字 木馬沒聽過了 啊我用政治能感 我對政治我就沒有興趣 所以喔 妳要說這個國際局是什麼呢 我沒有概念 我就想說 我怕我媽被人騙 啊會不會喔 那個萬一是存直銷 還是詐騙集團 不知道會不會 買一袋東西回來 怎麼樣 我就會怕嘛 啊我想說我沒辦法 去到周辦之後 真的 就很多人喔 拿很多證據給我們看啊 講解台灣為什麼是這樣子喔 國際地位 結果我跟我媽聽完 走出去 我媽就問我說 欸 妹妳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怎麼樣 我從小到大學的歷史課本裡面 從來就沒有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對不對 各位你們的歷史課本 跟我應該是一樣了吧 沒有寫嘛 我就跟我媽講說 就沒有寫 所以他從頭到尾講什麼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聽都沒有聽過 我也聽不懂那你講什麼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 小 這樣沒有 妳敢要辦一張身分證 聽都聽不懂 來辦什麼身分證 好 帶著我媽就走了 結果 我現在怎麼會站在這裡講課 隔壁的阿姨 又來了 她再來第三次 她會跟我說 沒有這樣 我也跟你講 中央有開課 開那個初高級班 你先去上 你上完 你回去 就會跟你女兒講了 你就會告訴她說 台灣民眾是什麼 台灣的國際地 為什麼是日出美戰 結果我媽怎麼樣 她很聰明 她就等來家裡跟我說 妹妹 人家說有開課 你先去上 你叫我先去上 我說 人家就叫你去上 你叫我去上 你比較聰明 你先去上 沒有啊 你先去上 如果你上完之後 你認為是真的 我們全家都去上 如果你回來之後 你說認為那個是騙人的 我以後都不再講 聽起來看不錯 我還是跟我媽講我不要 我就沒興趣 結果我媽 她就開始跟我講 她就五六日 我如果坐在那邊 看電視 她就走到我旁邊 你看電視 你不是有影嗎 你就去上課 你就上課 上課 去聽看看 最後 U號你知道嗎 投降 想說這陣子 她真的煩到已經 了了她的心願 我就來上課 跟各位一樣 三天兩夜 做到屁股痛 腰很痠 U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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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屁股痛 腰很痠 我很認真的聽課 上完課之後 你們猜猜 我相信了沒有 猜猜看 沒相信 我告訴你們 我的臉就寫著 單純兩個字 上完課 我馬上就相信了 我很認真聽課 我相信了之後 才會站在這裡 對不對 相信了之後 我馬上 滿腔的熱血 我就打電話 給我朋友 我就告訴我朋友 欸 你知道嗎 台灣要變天了 我朋友 聽我說 我說這樣 他當場 沒有跟我講什麼 隔天 他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實在 十幾年 你 絕對沒有我騙 我說 你怎麼跟我說的 話是一樣的 他說 你一定被人家騙了 你的個性 你一定沒有上網去查 網路上都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你還去上課 欸 我就跟我朋友講 對啊 你很了解我欸 我真的沒有上網去查 可是我覺得 我比你聰明 我連查都不用查 台灣民政府 不是幾個月的時間 他成立是幾年的時間 從秘書長開始 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年 努力十年 如果他是詐騙集團 第一個口的就是秘書長 他不會到現在 還能夠這樣 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個立法院質詢 那個立法院質詢是去年的事情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立法院質詢說什麼 欸 台灣民政府是合法的 那時候都還沒有 可是我就這樣跟我朋友講 我說如果是喔 詐騙集團 早就被抓了啦 不會到今天 而且 裡面有什麼 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高知識分子 一大堆 他們能夠理解的法律問題 他們能夠問的問題 絕對都比我還要尖銳 還要艱深 他們都能夠相信了 我還有什麼好指導關係 啊我朋友就說 對啦 你說得對啦 什麼跟我說話啦 你就是貧团 我說對 我貧团啊 那你就告訴我 沒什麼 我告訴你 就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不是已經說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的主權權力了嗎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還說 是日暑美戰 有沒有覺得我朋友很厲害 他沒有來上課喔 他只是查了一個晚上的網路 他可以問我條款耶 我朋友很厲害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喔 下個禮拜 上門高級班 我再告訴你 因為我也不會騙 你知道嗎 有沒有覺得喔 昨天今天這樣聽聽喔 法理深深啊 有沒有覺得法理蠻深的 我在上課的時候喔 我寫了一張A4 滿滿的都是問題 老師再講我就在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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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不懂的 我都寫了密密麻麻的問題 結果喔 我要問人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講 所有的答案都在新台灣論 你去讀你就不會有問題 我就後來 他們呢 鼓勵我去考俊首 我就開始翻書 台灣民政府的這個新台灣論喔 我大概只看一本的一半 我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喔 一定要看書 秘書長有講 當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兩千四百萬的台灣人民 你要最基礎的法理的基本常識 你要有辦法跟他解釋 大家有幫你忙啊 對不對 像這一次啦 紅樹夫事件 各位知道吧 他們就問 你們為什麼要參加國企 你們為什麼要參加日本國企 你們的論述是什麼 當有這樣子群起反應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告訴他為什麼 所以最基本的法理知識一定要有 這個不用講了 這一定是媒體惡意少做 你這個228 台灣多久以前的事情 經過好幾個月了之後 現在媒體在哪裡操作 原因是什麼 台灣民政府上了區期 國際版面 而且用台灣人政府 台灣人政府 台灣人政府 這一個台灣兩字 已經被台灣所有的民眾 盼望了幾年的時間 七十幾年 甚至幾百年 就希望他能夠在國際上出現 G7能夠出現台灣人政府 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中華民國絕對是嚇到 他們包括中國都沒有那個立場 有辦法上G7的這個狀態 台灣民政府 只努力了十年就達到 當然啊 國安會議 小英習近平國安會議 一定要召開的啊 緊張嘛 結果使出什麼 這種下戰爛的手段 操控媒體啊 對啊 想不出方法打擊我們 因為我們即將 還要在這七國的大使見面 當台灣民政府 真的要上國際的時候 已經不是你中華民國 有辦法決定什麼的 這就是國際 國際的力量 本來就是我們就是 法理上很清楚 我們就是美國軍事上很重要 所以現在要帶大家來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台南的國際地位 我們先來看喔 好 先來看 歐洲人稱台灣為 Formosha 來看到這個地圖 大家要看這裡是哪裡 這裡 感覺切成三塊 手掌 是台灣嗎 又不太差 他呢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打開大洪海的世代 當時呢 歐洲人就從日本琉球來到這個島嶼 哇 怎麼這麼漂亮 當時呢 西方的國家 有一個名詞 叫做 Formosa 美麗的意思 他們就將 Formosa 賜給這個島 從此 這個島就叫 Formosa 美麗之島的意思 那為什麼他會畫成這樣 因為 就是台灣 最早期的航海圖 當時的航海圖的技術 還不是這麼發達 所以畫的有點錯誤 可是這就是最早期台灣的航海圖 好 各位知不知道 最早活動於Formosa的外來民族是誰 外來民族 外來民族 猜猜看 外來民族 日本 一般的人會說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對不對 一幾幾荷蘭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 給各位的歷史課本的教育 應該大部分都是 可能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最早期是誰 日本 他當時在國際的文獻裡面 13、14世紀的時候 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的 諾府的鎖國政策 才禁止日本人附海外發展 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所以最早去日本 剛剛講到的荷蘭 他是第一個比較有制度 來有系統 來控制佔據台灣的外來民族 就連荷蘭都要到1624年獲得日本幕府的許可 日本 各位知道荷蘭他要來到台灣活動 每年必須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競購3萬張以上的陸品 才允許他來台灣這塊土地上居住跟活動 那為什麼荷蘭人要來到台灣 西方的國家最喜歡東方國家的什麼東西 所以荷蘭 所以荷蘭他當時想要賺這個錢分一杯羹 所以他要選一個轉運站 連接東西方道路的轉運站 他當時就選擇了澎湖 然後澎湖被大明國 也就是明朝出兵趕走 他第二個就選擇台灣 請問如果他將台灣當作經濟利益枢紐的轉運站 他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嗎 會嗎 會嗎 不會 他會好要建設台灣嗎 也不會 各位有沒有去過淡水的紅毛城 有喔 有沒有去過台南的安平古堡 有 這個呢 台南安平古堡就是當時的肉蘭遮城 台北呢 的淡水城 那個紅毛城 就是當時他們遺留下來的什麼 軍事基地 除了這些之外 沒有其他建設 然後也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講當時的荷蘭人 所以荷蘭人在將軍台灣的期間呢 他沒有好好對待過台灣人民 也沒有好好建設過台灣 就會影響台灣未來的歷史文化 好 在16、17世紀的時候 台灣已經奠定很重要的經濟輸入的位置 但是這個時間 中國的和民族還不知道地球是遠的喔 這個最重要的含意是什麼 中國跟台灣在這個時間 已經有文化上的落差了 台灣已經打開西方世界的這個價值觀 所以文化上的落差會造成台灣以後的歷史悲劇 好 有沒有覺得跟你讀的書 從小到大 中華民國 讀的課本有點不太一樣 喔 這個就是喔 捏造的歷史 各位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 之前有一則新聞是課綱維條 有看過嗎 小學生 中學生去抗議 課綱維條 為什麼要抗議 因為他將他們的課本一整年 全部都改成中國的歷史 一年喔 都學中國的意思喔 各位你們的小孩喔 學什麼 康熙乾隆慈西雍正 請問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他是不是應該要學的是世界觀 對不對 但是 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陰謀論 他為了將你們洗腦 他將一整年的歷史課本 全部都改成中國的意思 很可怕喔 我們身處在政治陰謀當中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洗腦的教育 所以也就是FORMOSA的一個政權問題 台灣喔 1624年日本讓我們荷蘭 1662年荷蘭讓我們政權公 1683年正式王朝讓我們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我們日本 1945年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15 因為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 今天 好 荷蘭東東公司我們來看 請問 荷蘭人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他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們都覺得沒有 那為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區塊 紫色區塊 荷蘭人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台灣的全島 這樣清楚嗎 表示荷蘭人他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控管的範圍沒有遍及台灣的全島 只有一部分一部分的區塊而已 只有一部分一部分的區塊而已 因此 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當清楚喔 誰將頭來人趕走的 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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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請問 鄭成功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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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一樣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模式的區塊 鄭成功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他沒有 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沒有基於台灣的全島 因此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讓清楚了嗎 好 誰將鄭成功趕走的 大清帝國 有沒有 鄭成功為什麼要佔據台灣 他是為了要拯救台灣人嗎 因為他要反清復明 有沒有聽過 反清復明 因此他將台灣當作什麼 軍事基地 所以 鄭成功在降臨台灣的期間 他將台灣當作軍事基地 他會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嗎 不會 他會好好接受台灣嗎 不會 所以 荷蘭到鄭成功 都沒有 好 將他趕走的就是 大清帝國 有 1683年 大清帝國 佔領台灣 有沒有看過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是哪裡 台灣 FORMOSAMA 為什麼只有一半 各位 你們知道大清帝國 佔據台灣幾年嗎 212年 長不長 很長耶 表示他在佔領台灣的時間裡面 很長 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 當中 我們要問 大清帝國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這就很爭議喔 這就很爭議喔 沒有 有沒有 猜猜看 有 一個有一個沒有 有沒有呢 來看 大清帝國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有效管轄範圍不及於FORMOSA的全島 所以這個地圖才會是一半的 喔 即使他在台灣212年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都沒有台灣的全島 可是我們要問 為什麼 這麼多年 兩百多年 是不是已經可以生小孩小孩小孩了 好幾代了對不對 為什麼 他沒有把東半島 一半步 也控管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大清帝國所認知台灣 當時呢 師郎呢 把這整個都搬走了 結果 皇帝 大清帝國的皇帝就跟師郎講 我不要台灣 師郎說你為什麼不要台灣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是不是有講 當時的中國 也就是大清帝國 還是一個封閉的鎖國政策 他認為什麼 台灣離他很遠 再加上 荷蘭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鄭成功沒有好好建設台灣 到大清帝國皇帝手上的時候 台灣還是一個荒蕪的畫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花錢 皇帝他不要花錢 他覺得離我那麼遠 又那麼小 然後又要建設要花錢 我要他幹嘛 可是師郎 皇帝講 不行 你一定要把他佔領起來 不然又有人 把台灣當作軍事基地 繁星復明怎麼辦 皇帝就說 也對啦 我為什麼要貸錢啊 要怎樣 師郎就給皇帝一個建議 你可以採用班兵制度 什麼叫做班兵制度 台灣僅為大滿之地 得也好不得也好 班兵制度三年為任 我們管理一個地方 要不要文武官員 要縣市首長跟警察嗎 我們現在不管 黃他就跟皇帝講 你把官派去台灣 你給他威脅加油 你看他講三年為任 時間到了你就回來中國 大清帝國 我就幫你升官加薪 但是你去台灣不可以帶家眷喔 這樣子你去到台灣 你就不會眷戀 你就不會落地生根 你就不會在那裡集結 反清不明 所以他派去的這樣子的文官 怎麼樣 去到那裡上頭沒在管 反正三年我回去 就可以享福了 他會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嗎 不會 再加上五官 管理一個地方要警察 對不對 師郎就跟皇帝講 很簡單 你把當地沒做工作的 無業遊民都照照的 派去台灣就好 一樣三年為任 這樣子的文武官員來到台灣 你們覺得台灣的人 也不受到良好的對待嗎 不可能 能貪污就貪污 能欺壓百姓就欺壓百姓 212年當中 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亂 台灣社會動盪頻繁不安的現象 因此皇帝根本就沒有要台灣 他覺得無所謂啊 東半部有跟沒有都沒有差 有中央山脈隔著 而且去到那裡 我們是不是有英勇的高砂主 你只要來到我的列場就 砍 殺頭 大清帝國皇帝覺得很麻煩 他根本就不想去 他也沒有意願要去 再加上 他沒想要貪污 台灣不築城 就是連縣市政府都懶得蓋 你隨便蓋一個房子 不會倒就好 就這樣 來控管台灣 要控管台灣 所以 剛剛問了 大清帝國 在佔據台灣 212年當中 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一直到1887年 完成台灣建篩 換句話說 204年後 宣布將台灣編入大清帝國版圖 請問有沒有並不成功 沒有喔 沒有並不成功喔 所以 台灣從來就沒有屬於過 大清帝國 那我要請問 如果大清帝國從來沒有擁有過 台灣的主權 請問 中國有沒有 爺爺都沒有了 過年的孫子怎麼會有 對不對 中國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以前阿 中國喔 沒有讀書 也可以說日後 台灣和蓬武是 HIS營 可是現在不一樣的 他們三國有讀一點書啊 他們不敢說台灣跟蓬武是他的 他只會說台灣跟蓬武是他的 核心利益 他想要ケイ 哪 这就是差别 但是台湾被冲击了什么 文化 被冲击什么文化 我们要知道 我这样讲 美国姓什么教 基督教 日本呢 他们是办一个神社 什么 所罗门教 还是什么教 但是台湾姓什么教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没有限制 睡觉 台湾很多教 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台湾这么小 人家美国这么大 你讲美国 他就是姓基督教 台湾这么小 乱七八糟 什么 原因是什么 各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原因就是台湾的历史 台湾最早最早就是平骨竹跟高砂竹 当时竹跟竹之间呢 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共同的文字 没有共同的书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以部落形态为主 他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只要被外来民族给占据跟占领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被统治跟控制 可是最早的时候呢 社会与女性为中心 拜物教 没有族性 没有祭祀祖先 只有什么 代代相传 灵魂不灭 有传说 各位有看过赛德克巴乃吗 是不是很英雄 当时的高砂平谱 大部分就是这样 那我们被影响了什么 河南人来到台湾的期间 施政的重点除了通商 还有传教 所以当时是怎么样 他将高砂主的长老 全部都教教去 叫他们信仰基督教 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很多的高砂主 都是信仰 基督教 哦 因为 因为有人家从事的经济 嘿 那基督教都有在布施 美国一来家传教 哦 荷兰嘛 对 然后就有东西可以吃 哦 对 他们就是通商跟传教的重点 哦 那再来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元湘清明 中原七夕 现在是什么节 端午节 好 请问 这些这么多的节日 它是本土台湾人的节日吗 不是哦 它不是哦 它是谁带来的 大清帝国占领台湾 两百一十二年当中带来的外来文化 有没有很惊讶 原来我拜了那么久 然后撒了这么多的金子 结果竟然不是台湾人的本土节日 然后吃粽子也不是 不是 它是中国带来的外来文化 再加上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七十年 加上去哦 买三百年了 它足以哦 改变台湾人的思想 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不是本土台湾人的节日 哦 所以哦 秘书长有讲 当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我们将结合 东 西 方 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来运用在台湾 如果今天我们烧金子 是不是会破坏错两层 大气层 对不对 以后改鲜花好不好 不错啊 很环保啊 虚秘啊 可是 为什么中国的那些漏袭 我们 我们要持续使用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结合东西方最好的文化 最好的制度 来运用在台湾 创造属于真正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 台湾被冲击了什么 最早 我们就是淡淡相传 灵魂不灭的传说 后来被影响了基督教 然后再来自中国两百多年的 三大捷径的这些文化 这个就是哦 你现在跟外院的民众讲 你的祖先是谁 有没有几乎一半的人都跟你讲 好像是中国 哇 他会以为自己是从中国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们的祖先比中国早了几万年了 哦 所以你说台湾人是中国的祖先 还差不多 这个就是政治阴谋 政治的洗脑 七十年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给各位的教育的七十年 很可怕 中云一八九五年大金帝国皇帝 正是江湾跟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各位知道甲午战争吗 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签订了什么条款 中国称马关条约 日本称下关条约 这个就是下关条约的合约署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签订的合约 看这个区块 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及纬度 叭叭叭 这个 有割让国 有收受国 还有很清楚的割让的区块 这一张 看起来很像什么 它很像台湾跟澎湖的土地 所有权状 像一下 很像土地所有权状吗 就是当时割让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所以各位知道吗 从这一个条款之后 一直到今天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 给割让出去 仅此一个 后面会继续讲到 我们 大清帝国 割让给日本天皇之后 就记录了日治时期 当时日治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前中后 前期大约二十几年 中后期大约三十几年 我们来看 这个 大 那不是 帝国道菜兜 有听话吗 有啦 帝国道菜兜 你如果是用帝国道菜兜 你去自己拌打 请问一下是不是 总体输的嘛 你帝国道菜兜 没在手上 才能够买一条 帝国道菜兜 自己拌打 一定输的 前期的时候 武官后腾兴平 他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用德国式的殖民主义 严密的控管台湾的整个社会 为什么 因为他一来到台湾就死了三四千个兵 可是一定不是第二个道菜都把他打斜了 那怎么死的 生病死的 不是水土不服哦 是因为台湾经过荷兰正成功大清帝国 一样是脏乱的垃圾的台湾 所以台湾太脏了 日本人一来马上就得了破乱生病死掉 所以当时后腾兴平吓到 这什么啊 经过大清帝国212年之后呢 台湾还是这样 非常的脏乱 非常的落后 因此 当时呢 我们讲后腾兴平做了很多 什么 他有功 他有过有没有功吗 有 后腾兴平我们先问 在场的各位 你有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的请举手 好谢谢 有人还没请哦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申请的时候 他请你去申请什么东西 日治时期的户籍成本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大清国时期 各位有想过吗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 因为大清国时期 根本就没有户籍藤本 皇帝根本就不要台湾嘛 他管你的死活 还帮你做什么户口普查 所以 为什么 后腾兴平来到台湾 第一个做了什么 土地调查 户口普查 他将你家家户户 你当有几个人 都把你调查得清清凑凑 有没有重视台湾人 有 台湾到现在都还在沿用 日治时期的户籍藤本 还做了什么 生物学科学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交通警察等发展 一直到了1904年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独一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的补贴 甚至公共建设 比日本的内地还要先进 台湾当时台北的下水道覆盖率 是亚洲的第一高 我们突然从一个垃圾山 变成亚洲利益 厉害吗 这里有20几年 二十几年左右而已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独立自主 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刚刚有讲 荷兰有没有好好建设台湾 没有 政政工有没有 没有 大清帝国有没有 没有 因为建设要花钱 他不想花钱 可是日本怎么样 他有眼光 他知道台湾是一个一年三收 物产风饶的国家 他只要花了建设 花了钱在台湾 台湾可以怎么样 自给自足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成为日本的阿弥陀 搞不好 因为台湾是个保党 台湾的气候 物产风饶 就是很难想象 然后后面呢 中后期 是谁 文官 田剑智郎 跟当时的首相原子 他们两个就讨论 哎 我们把台湾哦 纳入为自己的国土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要怎么做 怎么做 依照万国勾法 跟国际战争法 必须 实施 黄民化运动 一个国家 要不要有共同的语言 要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文字 因此 黄民化运动 有听过吗 啊 一无一无 对不对 实施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从日本琉球 包括台湾 全部都化为日本的国土 依照国际战争法 同化政策 实施黄民化运动 让台湾如日本人 一般效忠日本天皇 日台共雪 日台通婚 任用当时最好的建筑师 八田羽衣来建设台湾 有没有人认识他 不知道 你看看 康熙知不知道是谁 乾隆知不知道是谁 指导台湾的英雄 八田羽衣的认识 你看说民国多过分 他就是这样子 浪民仇恨日本 让台湾人民仇恨日本 让台湾人民洗脑 结果他们自己对台湾人 做的事情绝口不停 说到后面你就会很快 多大的贡献 八田羽衣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工程 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有没有去过乌三头水库 这个八田羽衣 有没有看到他吐在那里 他干嘛 沉思 他在想什么 现在我看过去的这一片土地 数万公里 我如何让水 圆 粘延数万公里去灌溉每一个道铁 有没有 伟不伟大 他的想法是这样 他 创造什么 加南大郡 乌香口水库 水稻计划 桃园大郡 都是当时台湾 现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有他才有今天台湾的 与你之乡 伟不伟大 非常伟大 结果多少的台湾人不认识他 因为怕你们从日啊 所以让你们仇恨日本很可怕的政治面移 乌香口水库 甚至是当时的世界第三大水库 刚刚是亚洲第一 现在变世界第三 有高哦 高 各位每次有时候我看到这里 我都觉得天啊 台湾如果没有被 贾X集团带领在那里的话 台湾今天如果还在日本的治理之下的话 各位知道日本是已开发的国家 对不对 台湾是开发中 台湾今天绝对不会只有这样 因为当时的台湾已经排离全世界了 哦很厉害 奠定台湾的经济奇迹 我要问 台湾的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是谁创造的 谁创造的 有人会说谁 奖金国啊 十大建设啊 可是你们知道 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它一化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是几年 一百年 台湾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建设蓝图 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奖金国的十大建设算什么 然后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的贸易的开放 台湾才产生了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 跟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才是真相 这才是真相 所以当时做了什么 南北的重贯铁路 港口的轮船 机场 开发全台电力 火力发电中 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资讯传播 建立全台有效的资讯传播宝 奠定台湾的经济迹 日本在台湾几年 五十年 不会很长 也不会很短 但是它做了多少改变台湾的建设 当时的中华民国 它都还没有建好 还没有开始成立 台湾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各级行政司法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系统 农费金融财政理系 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各位知道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有什么差别吗 如果今天我请各位在路边随意大小便尿尿 你们愿意吗 你们愿意吗 不愿意嘛 因为你有受过教育 公民与道德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们打开电视新闻 有没有还看到中国人 现在还在路边随地大小便 电梯里面 各位你们可以想象 现在都还有这样的文化落差 当时呢 我们刚开始被蒋介石集团给控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文化落差有多大 很难想象 这些学生跪着在做什么 他们在干嘛 读书 读书为什么不醉 坐着要跪着 没有虐待他们喔 为什么 在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 当时呢 在培养这些学生武士道精神 这个 会教成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些现象 我后面会讲到 你看这些学生 头发很整齐鞋子很漂亮 我妈妈喔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 诶 诶 他们读书的时候啊 小孩的时候 他讀书的时候 有鞋子躺穿 我讀书的时候 还有鞋子躺穿呢 我就问我妈 你读书的时候 一定是日治时期以后 那你读书的时候没有鞋子穿 日治时期的时候有鞋子穿 代表经济是退步还是进步 代表 当时我妈妈的时代是退步嘛 因为她没鞋子可以穿嘛 所以各位知道吗 在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之后 台湾有多少人 饿死街头 这个 是台湾人就读的小学 反迎日本的小学生棒球 何以留念 代表了什么 除了打棒球的命爱 代表了 日治时期 人人吃得饱 穿得暖 还有时间 打棒球 如果今天 你吃不饱穿不暖 有时间发展其他的休闲娱乐吗 文化艺术吗 不可能 当时日治时期的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非常发达 成城坡日本的地甲路选 这个人很多人认识他 因为他蛮有名的 可是他怎么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我后面也会讲到 来看到这个图 1895年大清帝国统治的台湾 看好哦 212年 日治时期改教后的幻想道路 这个 50年 212年 脏不脏 乱不乱 50年就可以改成这样 厉害 有哦 一比较就有差别 对不对 一个 没有把台湾当做东西 一个 没有把台湾当做人看 随便自理管理 一个 用心经理 有差哦 外面 还有人搞不清楚 就是我们的祖国啊 就说 这是你的祖国哦 这样子对待台湾人民 终于哦 日本天皇他下达了造书 他在1945年4月1号 颁布了明治县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的 林坎之一 这个地图是Jobain 好 来 这里是哪里 这个地方是哪里 台湾 台湾 要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为什么 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有一个案例 我们刚刚甚至有看到 甲午战争的时候签订下官条约 对不对 当时 大清帝国的皇帝 将台湾跟澎湖割给日本天皇的时候 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叫做辽东半岛 可是有三个国家出面 抗议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起源地 发源地 是他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给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怎么样 怎么办 他遵照国际战争法 万博公法 他再签订了一个条款 叫做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回去给大清帝国 从这个案例 各位你们可以想象到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以被割要吗 不可以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 我应该觉得 你能靠去的口音 很讨厌